今天是9月15日 1938年的今天 日军开始向长江田家镇要塞攻击前进 中日武汉会战中的重要一仗 田家镇之战 由此拉开序幕 在武汉会战中 中国军队防御黄梅广际地区的战役 是保卫武汉的第一线战役 1938年8月30日 日军由黄梅地区向广际进攻 中国守军与广际以东 与日军反复展开阵地争夺战 日军出动飞机 从早到晚轮番轰炸广际 9月8日起 中国守军不断向日军发起反击 但日军凭借强大的航空兵及炮兵火力 并且频繁使用毒气 使中国军队伤亡严重 在广际附近从山口阵地 与回望山阵地的争夺战中 中国军队就牺牲数千人 9月9日 日军占领了广际 广际失守 严重影响着田家镇要塞的安全 田家镇是长江中游要塞中 最坚固最大的堡垒 它同长江对岸的副持口要塞 共同形成武汉的锁月 是武汉三镇的门户 9月15日 日军第六师团 开始向田家镇方向攻击前进 第二天 日军攻陷武学 接着又围攻田家镇要塞 中国军队第二军的第九师 第57师和田家镇要塞炮兵部队 与围攻日军展开激战 日军为了攻占田家镇 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 临时改编成驼马部队 组成金村支队 9月22日 中国第九师与日军第六师团 及金村支队 在田家镇附近的嵩山等地 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中国军队凭借坚固阵地 在炮兵的火力支援下 沉着应战 迎头痛击来犯之敌 阵地被日军摧毁 就利用弹坑做掩护 继续抗击强敌 弹药用完了 又和敌人肉搏格斗 在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中 中国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 两千多人 第五师七师也伤亡严重 9月28日 日本海军部队来到田家镇 江面支援作战 日军出动一百多架飞机 集中一百多门火炮 轰炸田家镇要塞 摧毁了要塞的防御攻势后 地面部队向田家镇要塞 发动进攻 29日 中国军队被迫退却 日军攻陷田家镇 打开武汉的最后一道屏障 田家镇保卫战中 中国军队急于日军以沉重打击 仅金村支队当时就伤亡 一千一百五十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